路面军列翘起 坍塌出直径两公尺的大洞 高雄前进区自强一路 上午7点35分 路面出现大崩落 犹如地震过后 灾难景象出目惊心 他一开始施工我们就会了 整天都在震动啊 都像在地震啊 复境住户下出冷汗 开口指控就是对面 建案工程惹的祸 据了解这处工地要盖地下两层 地上15层的大楼 淡忘地基石 钢板装挡土壁密和不足 内外水压施横下 地下水冲走细沙 逃空陆地 从自强一路83巷到望生街 工地周边7到10公尺 路面全都军列 旁边一栋七楼商住大楼 整排透天明宅 陆续传出墙壁军列 渗水灾情 从这个楼梯墙壁 那一边的墙壁渗进来的 可能墙壁有归裂 有比较松动 大概一个多礼拜 要送这个事物跟前面养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通知他们 但是如果有的居住 他们觉得在家里还有小孩 先留资料给他们 如果他们要撤离 或者是我们发现 有比较更危险的状况的话 我们就会请他们紧急撤离 墙壁摇晃还不断渗水 住在家里都危机四伏 第一时间警方赶到现场 已经封锁周边道路 高中师傅也通知居民紧急撤离 要求建商负起责任 给人家办法庞 以前我们都有叫祭司 什么都在做建策 领防的部分进行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 本线的一个检视 那整个检视完修复完之后 再做最后做路面的一个修复 复原 起造人 承造人跟建造人 我们会处以建筑法的一个采除 而且热令停工 也会要求承商要针对受影响的部分 做妥事的一个处理 尽管出现开阀建商九万元 但是怎么善后问题很大 高手先是停电又出现大天坑 市民对居住安全已经打了大问号 华语新闻林伟凯白云飞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钥区三岩ьют 接下賣全球时事与最新精油 是温柱语新闻、地露新闻 movement音预 curve